行政院文件会于1月31日 举办主任委员翁金珠的欢送会 各县市文化局局长 依文界人士接到场参与 包括行政院文化奖得主廖琼之 作家李昂 音乐家曾道雄等亲临致意 吴副主委代表文件会全体同仁致辞 他表示 今天我是一团非常高兴 也非常感恩的这个集团 来送给这个集团 他们虽然要到达给的时间 这很健康 但是我跟你说 这一团大集团 这一团学到很多很多 我想我们的同仁也学到很好的 就是我们今天很高兴 来这里送给吴副主委的原因 因为他马上来到地法院 到另外一个战场 但是呢 他除了还是能把文化的建议 还是坚持在那个文化局里面 非常非常感谢他 文件会于2月1日上午举行 新旧主任委员交接典礼 王主委表示他长期关心文化界的发展 很高兴有机会担任文件会主委 我基本上呢 我自己还是文化人 所以有机会 让文件会来跟大家一起工作 来替文化界 替台湾的文化人 做一些努力和奉献 对我对我来讲 是最高兴的事情 行政院文件会新任主任委员王拓 会阐释他的文化理念 于2月3日在文件会议文空间 与媒体记者查询 王主委对于未来的三个半月的任期 有所期许 我来文件会呢 三个半月的 第一个 让文件会目前手边各处 正在进行的工作 让他更稳定 更顺利的继续继续继续 这是我作为文件会主委的努力 第一个一定要做 第二个我希望能够的 协助文件会的工作同等 還有一個更大的專業基礎的空間